為何洪水之前的壽命這麼長 有很多人研究 基督徒科學家 他們覺得洪水 聖經有講的 將天上的水降下來 打開天上 將水降下來 有些人根據這個經文 覺得在洪水之前 神是將水某種方法 不知道什麼方法 圍著地球 地球不像現在 外面只是太空 它直接有些水在外面 水是什麼形式 不知道可能水點 或者一些很濃的水晶器之類 總之在太空那裡 這個就成為地球的保護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地上不斷有輻射 那些輻射是有害的 所以有些人曬得多 那些臉是比較殘的 那麼在洪水之前 那些水就保護住 所以那個地呢 聖經講到 講到伊甸園的時候 講到有水氣常騰的 所以當時是沒有下雨的 在洪水之前是沒有下雨的 就是因為整個地都是被水圍著 而那些水在那裡蒸發 於是整個地都是很滋潤 還有就不會有輻射 所以那些人 他們解釋就是人的壽命 就是說之前是沒有下雨的 是啊 是沒有下雨 因為那時候根本地就是被水圍著 所以有天上的水圍著這個地球 所以那個地球是很不同現在的 一樣東西都很不同 所以那些化石看到的生物都是很巨型的 因為那個環境是實就很漂亮 那個洪水 barrel的人 ACHESTERE LINE MEEE 都是枉technisse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